欢迎收看阿比拉专业古今画人物这个单元 今天因为父亲节快到了 我就引述三篇文章来讲讲对孝顺的一个故事 那么再来引述一些观点来跟我们的好朋友来交流来切磋 三国未原地朝汉 进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掉蜀国 那么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后来就废掉未原地所称进武帝 太史三年西元267年 那么由于司马市是以魅族的政策来继承朝位 所以他的国家立国的宗旨就以孝道为宗旨 那么在四川旧的蜀城里边有一个叫李密的人 他非常的孝顺 以孝顺文明 所以要笼落蜀汉地区的人 司马炎就认为征召李密为太子 喜马 李密十年四十四岁 那么一般人如果受到皇帝的征召 有的大概就喜不自身了 连夜就赶快取城了 但是李密因为由祖母养大 所以他没办法离开祖母 就写了一个澄清表给司马炎 所以我们在高义的时候就读到了这一篇文章 那么古时候人讲就是 如果读李密的澄清表不流利的 那大概就是不孝顺的人 那么司马炎看到了李密这篇文章 也讲说密不空有名感动之计 就允许他可以慢一点到京城来认职 所以是他奴婢两人 并择当地的县令 长期给他祖母供养三十 让李密得以中养 那李密到底曾经表写了什么样的重点 让司马炎看了感动 我大概就截入几句话 他说他生孩六夜 慈父见辈 那么行念四岁就夺母子 他说他才六个月 父亲就过世了 那么四岁的时候 妈妈因为舅舅的逼迫 所以就改嫁他人 这句话写得非常有技巧 我跟诸位说 如果是他自己的母亲改嫁 那恐怕皇帝老子看的这篇文章就要大打折扣 那舅舅可能也不在人世了 史无对证了 借舅舅的名说是舅舅逼母亲改嫁 所以写文章有时候技巧性也是非常重要 就因为母亲改嫁了 我没有去就职 招书切尽 折承蒲曼 接受到皇上的招书 我没有去就职 那么官吏就来责备我说 怎么这么怠慢 竞选逼迫 吹臣上道 县令旅旅来吹 希望我赶紧上路 宙使宁门 积一新活 那么有关部门几乎天天来吹着我上路 他最后他讲说 今曾亡国建府 自为自乐 过梦拔卓 宠命一卧 岂敢盘横 他说我这种亡国之臣 蒙受到皇上的恩宠 我怎么敢什么样 敢违背呢 但是以留日薄西山 我的祖母已经这么老了 气息奄奄 人命为全 照不律序 也就是说早晚之间随时都会走 他说 尘无竹母 无以至今日 我如果没有奶奶 我没有办法活到今天 那么竹母无成 无以终于年 如果今天我抛下竹母到今晨任职 那我的竹母一天也活不下去 母孙二人 更相为命 所以区区不能废言 沉迷 今年事实有事 他说 四十四岁了 祖母今年九十有六 是曾进节于陛下之日常 就说 我还年轻 我将来为陛下效命的日子还有 抱养留之日短 也抱养我祖母的恩情 时间已经不多 误物是勤 厌其中阳 曾之辛苦 非独属之人士 及二周目博之所见之 皇天后徒 时所共见 大概整篇文章的重点就是如此 那么陈金表 写得非常的勤词铠切 千百年后 我们在当年十七八岁 读到陈金表 也是非常有感念的 那年感念不移的陈金表 讲述完了之后一颇荡漾 我们随着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篇好文章 就是明代大如龟有光龟正川先生的 仙母周如仁林表 他是明代农庆到万里年间的大学者 由于家里非常赤品 而且父亲也非常早年就过世了 由他的寡母带着姐妹 以及他四个人相依为命 由于龟有光的爸爸这边的亲属 因为有争夺财产的事迹 极为恶劣 所以龟有光跟父亲这边的亲属几乎不相往来 以母亲这边的亲属 反而比较常有年戏 所以他讲到他母亲的身世的时候 他说即龟一旺 旺旺顾平 那么先金子礼并不自身 母生子女各二 那么就是说他嫁给父亲的时候 父亲非常穷 没有多久父亲就过世了 那么生了姐妹以及龟有光 那么母子四人就相依为命 后来龟有光讲 直睡大鸡 乃荡然无所脱命 就是说有一年大灾难 大饥荒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安居 也没有办法有三餐温饱 所以日常时姐守舍 叫姐姐守着破房子 携带我跟妹妹 礼然 托其一亲户 率日不得意思 也就是说到亲戚那边去乞讨 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 每冬夜浩寒 只要冬天一来 寒风吹 大雨飘 我们母子四人相拥 不至于拳击 也不晓得能不能活过今夜 必见晨光 这欣然有妄言 他说只要看到太阳出来 四个人就非常的高兴说 我们又过了一天 后来他写说 稍至甘子之样 母百病交工 免历岁年 他说我稍微有做官了 有薪水了 妈妈却生病了 历经一年之后禁止不起 误夫痛哉 他就讲说他妈妈一生几乎都没有想过一天的欢乐 所以归有光对母亲的感情尽在这篇文章之中 他说盖宗其生险一日之欢 没有一天开心过 论其吹拨 论这样的折磨跟折难 但金石可销 金子跟石头都化为无形 旷以血气 旷以我妈妈这种血肉之气 生我之恩 送死之气 人所同意 家祸再造 而疾苦以应生 行路上之 旷在人之勿乎同哉 他说 我对母亲的过世 我们姐弟的哀伤 路人文字都为之背上不已 对于归有光的母亲 归有光当然 她说她没高子这样几乎没有孝养过 归有光为官也勤勉 薪水其实也不多 而且个性也非常耿直 所以也在为官一年之后 也就怎么样 挂贯而去 介绍了归有光对母亲失恋的爱爱之情 下一篇文章我就要介绍 华迪焦日 从成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 欧阳修四岁上父 是由其母亲孤苦扶养长大 欧阳修在隆岗签表巧妙地借用母亲的口述 把父亲的生平做了一个简列的概论 他说 我的父亲从过宫 在隆岗战埔基地安葬六十年之后 我才能够在他的木道上立碑 这并不是我有意迟缓 而是因为有所等待 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母亲说 你父亲为官青年 乐于助人 又爱结交朋友 他的心奉为薄 常常所剩无几 夜半来临的时候 父亲常常点着蜡烛 在看着监狱里边送过来的公文 我问你的父亲 这是什么样的案件 你的爸爸就说 这是死欲 我在为这个死刑犯求生路 如果求不到生路 才判他死刑 我内心才没有愧疚 才对得起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欧阳修在讲述他爸爸的时候 其实在一杯双表 两水分流 既讲母亲 也讲父亲 的确 在龙刚签表里边 欧阳修巧妙地让贤亲娘母行的女性行象 栩栩如生耀然至上 父因母贤母受父成 这是这篇文章最高明的地方 我讲述这三篇文章 无非是在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当李扬说她要把她的奥运奖金 为她的父母亲买一栋房子的时候 记者讲述了这件事 看着李扬的妈妈戴着口罩 眼光泛着眼泪 我们也为李扬的孝顺贴心感受到 这一段期间 父母亲对于李扬的支持跟栽培 而李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黄小文是铜牌女将 也许还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她的母亲早年年一 父亲身陷令狱 所以是由爷爷一手带大 阿公开客人车 黄小文说她在读国高中的时候 其实阿公的生意一直不是很好 所以她就一直思考 什么样的打工机会 可以帮阿公稍微分担一下家计 这些运动员在成功之后 所获得的奖金 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回馈自己的父母亲 或者回馈自己的爷爷 哪怕是李志凯的父母亲 看到李志凯跳下阿玛的那一刹 也是双眼都彪裂 当举国翻腾的时候 我在讲三篇文章 以及这几位很有孝顺的运动员 在想要回馈自己的家的时候 我想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分享的是 我们所有的文章刚刚念到的 其实侧面上 正面上 传统上 我们都是比较注重养的这个部分 中国在传统24校的教育氛围里边 其实除了老来自之外 很少是从余亲 就是娱乐的余亲的观念 来阐述 对于孝顺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里边 而你们应该不只是只有养 而是应该也要在很多地方 让父母亲感觉到没有挂爱 或者感觉到贴心 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非常穷困的家庭长大 小时候常常跟阿爸去海边 抓麻灾 他说他如果把阿爸抓到整个麻灾 买到七八十块 把他驾在那个口座里面 这样沿路看那个存折 沿路 似似的笑 他四五十年后 跟他说这个事情发听 讲到自己的父亲 还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幸福 他跟爸爸去海边抓麻灾 其实抓麻灾是很危险 有很多孩子 有很多人因为抓麻灾 被海潮给卷走 一大有人在 而且都要一大早起得非常之早 当这个孩子透过校长的帮忙 去读业间部高中的时候 慢慢的完成功课的学历 随后在企业界大放特彩 他也是赵耀东带去日本访问的 黑手街里面 其中一个老闲 也是一个我们企业界的阵营 他说 他买这样 常常回到他们家庭 就跟他们家庭 庙庭 庙庭 那些左右邻居的 让你怎么说 你们啊 平时啊 就有机会 跟我爸爸这样 搬这十八桌 我还是搬这桌 大家五六就好 免贡收费 不可以贡用我爸爸 都要收贡我爸爸 我会一星期回来 来给大家整理一百小 那么这个保姻爸爸 搬这五六生的工作 不知道为止几年 应该是四十年都有 所以我们如果有无人机 在空拍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一个人 有一个很友好的心 回到他们家庭 去中庭 或是庙庭 发一些描述 给他们爸爸的储品头买 他说 爸爸过来 没几天 他在观察前跟爸爸说 爸爸 你 保姜贏的 其实是都我拿出来 你不知道知道吗 他说拔下又心背 我相信 这种贴心 正是老人家所需要的 甚至不会比金钱的益助 更加的什么不重要 我认为 贴心跟金钱同等重要 还有就是 一般上偶的爸爸妈妈 我也希望 大家要了解 密配拔手令 在老人的心情上 有人早年守寡 有人中年上偶 在在也都需要 有老来伴来相陪 老人家当然爱于其口 也不太方便 会把自己的黄昏之念 讲给自己的儿女听 美国哈莱坞的电影 麦迪逊之乔 其实就巧妙的表达了 那么一位老太太的不伦之恋 在电影中 我们所看到的女主角 所阐述的那一种黄昏之恋 对她生命的影响 在她过世之后 她特地为了这段感情 留了一段的告白 也许是认错 也许也是告白 那么在这样的告白当中 电影就拉开了她的荧幕 我相信每个人看了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解读 我在这边无非是要提醒 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个人的母亲也是中年上偶 我终其她最后的三十几年的 上偶的岁月 我从来也都没有问过我的母亲 需不需要老来伴来作陪 我对于这样的疏忽 懊悔不已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在懊悔中 对于自己的老人家有所亏欠 但台湾人说 友好是有钱出钱有来的出来 除了有钱出钱以外有来的出来 其实贴心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让老人家感受到没有压力 让老人家在接受我们的照顾 而不需要看我们的脸色 那我认为这是对老人家最大的回馈 而不是只有钱把他丢到养老院去 即便丢到养老院去 看到别人家的小孩 三天两天就来看他的父母亲一遍 而我们这边的老人家 却望穿秋雪 看不到几个小孩 明夜数夜来不到一回 那种心里边的凄凉 其实更胜于病痛的折磨 所以除了在笑这个字眼上面 我们不必可以强调之外 贴心以及顺着老人家的意思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大家都有老的时候 看到归偶光 看到欧阳修 看到李密他们对于奶奶 对于父亲 对于母亲的怀想跟追思 百善效为先 我们在另外的一集就提到 所谓的善并不是什么样的善良一举 而是说善是好的意思 这个好 那个好 什么都好 以孝顺最好 希望在作为主委 我们的家庭 你们的家庭 都有出好的怕孙 既有些命理的是大人 既有些体贴的心理是谁 只孝孙贤 当然是传统华人 中国人台湾人 最期待最盼望的一个状况 但是含一弄孙 那么让父母亲 能够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可以过 我相信 这是除了医疗院所能提供 药物治疗之外 最好的一帖良剂 我们祝福所有的老人 都能够有孝顺贴心的子孙 来陪伴你们 我们也希望在座的观众朋友 日后 现在 都有一个快乐的家庭 也有贴心的小孩 陪你们走更长更远的路 祝福大家 父亲节愉快 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 下个礼拜